欢迎来到自由亚洲兵家城市节目 近日 卫星图像显示 中国正在建造一艘全新的常规动力潜艇 那么这艘新潜艇到底有什么样的性能呢 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 这些卫星图像是由新美国安全中心的高级研究员 舒加特发布的 他获得的卫星图像显示 位于武汉的武昌造船厂内出现了一艘全新潜艇 而且这艘潜艇在6月出现了不寻常的事故 我们先介绍一下背景 中国所有潜艇的研发都是在武汉进行的 武汉有两个重要的研究所 分别是701所和19所 701所是负责中国大型军舰的总体设计 包括常规动力潜艇 而19所是从701所剥离出来 专门负责核潜艇的制造 目前中国建造潜艇有三个船厂 武昌造船厂和位于上海的江南造船厂 主要建造常规动力潜艇 而位于辽宁的葫芦岛造船厂 主要建造核潜艇 但是无论潜艇在哪里建造 它的设计工作一定都是在武汉进行的 所以中国的一些测试性的潜艇 它一定会首先出现在武汉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039C型潜艇 是2021年7月首次出现在武汉 它有着一个典型的 像蘑菇头一样的指挥塔的设计 所以这次最新型号的常规动力潜艇 出现在武汉也就不奇怪了 目前分析下来 它总共有三大特征 第一 长度加长 根据舒加特提供的卫星图片 在图片中 除了中国新建造的039型潜艇以外 还有给巴基斯坦建造的汉格尔潜艇 所以通过对比卫星图像上的长度 就能够大致推测这艘中国新潜艇的长度 中国新型的常规动力潜艇 长度大概在83至85米 而目前服役的039A型潜艇 长度在77米左右 那么这多出来的6至8米的空间 主要用来干什么呢 有三种基本推测 第一 安装垂直发射单元 像韩国的岛山安昌号级常规动力潜艇 就安装了垂直发射单元 第一批次可以发射6枚悬武潜射弹道导弹 第二批次垂直发射单元数量增加至10个 除了发射弹道导弹以外 还可以发射对地攻击的巡航导弹 另外一个例子则是以色列的海豚级潜艇 海豚级潜艇其实是由德国设计并建造的 应以色列的要求 也装备了垂直发射单元 可以发射能够携带核弹头的突演巡航导弹 而中国新型潜艇多出来的空间 就可以安装48个垂直发射单元 可以发射对地攻击的巡航导弹 或者是反舰导弹 第二个可能的猜测是和动力系统有关 像中国的039型潜艇 采用的一直是标准的柴电潜艇 加斯特林发动机 形成崛气推进系统 不过也存在另外一种可能 就是中国的新潜艇 像日本的大晶级一样 放弃斯特林发动机 安装更多的锂电池 多出来的空间 就可以安装更多的锂电池 因为锂电池能量密度更高 相同体积下能够支持潜艇在水下 活动时间更长 达到和斯特林发动机类似的效果 第三种可能 则是安装特种部队作战系统 比如说像美国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开发的DCS 中文叫做干式潜水器 能够搭载两名船员和八名海豹突击队员 排水量只有28吨 像美国的四艘俄亥亥俄机弹道导弹核潜艇 经过改装之后 他们都能够搭载海豹突击队的干式潜水器 不过我个人认为 按照中国海军小步快跑的思路 一般不会在一艘潜艇上 验证太多超前的装备 中国常规潜艇加长的体积 八成是用来安装垂直发射系统的 中国全新039型潜艇 第二个特征就使用了X型纬舵 在潜艇的纬舵控制中 常见的是十字形和X型 十字形的优势是方便控制 因为它横着的纬舵控制潜艇的抚养 竖着的控制潜艇的左右变向 非常简单明了 X型纬舵的控制相对来说更为复杂 四个舵面同时都会对抚养和左右变向有所影响 所以控制算法要更难一些 但是X型纬舵有其巨大的好处 正是因为每一个舵面都会参与转向 所以舵面参与的总面积更大 而纬舵的总长度可以做得更小 达到减少阻力 提高航速 降低噪音的目的 除此之外 十字形纬舵因为面积较大 竖着的方向有可能超过潜艇直径 在潜航时就容易产生一些刮叉 和一些障碍物缠绕等等 而在这方面 X型纬舵具备天然优势 特别适合前海地区的作战 世界上目前最先进的潜艇 基本都采用的是X型纬舵 比如美国下一代战略导弹核潜艇 哥伦比亚级 德国的212A级 日本的苍蝇级 全部采用的是X型纬舵 中国过去所有的潜艇 无论是核潜艇还是039宋级 或者039A级潜艇 全部采用的是十字型纬舵 这艘全新出现的新潜艇 是中国第一艘采用X型纬舵的潜艇 说到这儿 我就想到了台湾的海空号潜艇 作为第一次研发潜艇的国家 台湾的海空号采用的也是X型纬舵 外加两片水平稳定度 我看到有些媒体说到 台湾的潜艇技术落后 但中国制造潜艇和核潜艇时间这么久 才第一次在潜艇上实验X型纬舵 我觉得台湾建造海空号的过程 是十分值得鼓励的 这艘中国新潜艇的第三个特征 就是指挥塔很有可能采用了 蘑菇头的设计 这点从卫星图片上很难看出来 不过著名的军事专家萨顿 在自己推特上画出了想象图中 采用了这样一种蘑菇头的设计 这并不是空穴来风 主要是因为它的潜艺型潜艇 也就是039C型潜艇 在2021年7月首次出现在公众事业中时 它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这个蘑菇头 这种类似蘑菇头的潜艇指挥塔设计 在瑞典的A26型潜艇上也见到了 这种外形的设计初衷 主要是为了减少水流过指挥塔时产生的噪声 作为一个学过流体力学的人来说 这样的设计很有可能是通过大量的仿真建模模拟 来得到一个最优结果 那舒加特除了披露出这艘新潜艇的存在之外 还揭示出了武昌造船厂内一些不寻常的事情 在舒加特5月29日获得的卫星图像中显示 这艘全新的039型潜艇停靠在码头中 没有任何异常 而在6月13日获得的新的卫星图像中显示 这艘潜艇消失了 而在潜艇原本的位置则停靠着四艘起重舶船 似乎在进行某种作业 舒加特之后获得了一张清晰度更高的照片 这张卫星图片显示 这四艘起重舶船确实是在一个看起来 像是半沉在水中的潜艇周边进行作业 而与此同时 在这个博位周边也出现了围油栏 通常来说围油栏用于帮助遏阻石油 以及其他有危险的液体泄漏 而到了7月的第一个周 这些起重舶船就已经完全消失了 武昌造船厂的活动也恢复正常 因为目前有效的信息实在太少 我们目前也没有办法证实或者证伪 这艘全新的039型潜艇是否出了事故 不过看起来 在6月份的一段时间内 这艘全新的潜艇发生了不寻常的事情 不得不动用至少四艘起重舶船 对此进行作业 不知道各位观众朋友们 是如何看待这艘039型潜艇的呢 我是子定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